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34例个案确诊前因为心脏衰竭脚部感染住院 这期间和他有过接触的 一名急诊区50多岁清洁工和住院时3名护理人员一共4个人 18号开始陆续出现咳嗽流鼻水症状 裁剪后全部确诊阳性 但相关人员在院内都有戴好口罩做防护 一是研判是手部清洁不完全触摸口鼻而感染 清洁人员毕竟不是医疗从业人员 那他们接收到的训练也比较少一点 而且他们又会轮流轮班 不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最好的训练 他们的解决性会低一点 清洁人员确诊事件17年前SARS实际就曾发生过 一名流性洗衣工工作过程中染病出现腹泻 并传给其他同事 医师林仲威更因此殉职 外界游戏超级传播者会再次出现 现在台湾的医院基本上感控措施 还是相当落实的啦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流行 就是一次可能感染几个人 可是目前为止似乎没有造成 一个人感染十个人以上 超级传播者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出现 医师强调出现院内感染代表社区已被感染 就怕像是滚雪球 院内感控层级拉高不敢大意 三立新闻众好报道